回到市场现场来看到是台北市前劳动局长陈姓渝 去年才被检举涉嫌在任内不时使用 还有核销特别费用作私人消费遭到调查 想不到他还被查出来说涉嫌泄漏 禁电视劳检资料给民众党的立委 台北地检署今天是依照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 刑法的泄密等罪将他起诉 面对大批媒体追问只是微笑感谢大家关心 前台北市劳动局长陈姓渝去年八月涉嫌贪污被移送北剑 陈姓渝遭人检举任内期间屡屡违法动用公款 在私人花费上包括自家食材与家人的外食餐费 还向丈夫公司购买红酒却以未劳同人名义和销 涉嫌贪污两万多元 前台北市劳动局长陈姓渝去年因为涉嫌贪污遭到调查 最后辞去了局长职务 随后又被爆出泄露了禁电视的劳检资料 而遭到检察官起诉 劳动局去年三月前往禁电视劳检取得的文件 隔日却被发现和民众党立委赖湘林及蔡壁如 在姐会所出示的文件一模一样 就连其中一份有关员工开户资料档案的三处阴影 也全都相同 以此劳检员访试所拍摄的资料被泄露 陈姓渝涉嫌重大 以违反贪污制罪条例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等罪起诉 据了解陈姓渝始终不认泄密 但检察官去年底曾以被告身份传唤蔡壁如出庭 他供出这些资料是陈姓渝提供 并拿出对话记录证明 检察官因此认定是陈姓渝将老检资料泄露给蔡壁如 即涉探案闹得满城风雨 如今又涉嫌泄密 负面形象再添一笔 记得林文陈嘉明台北财富报道